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七位帥哥美女 好辣醫師團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來告訴你 疾病竟然可以從地區工作 來判斷你會生什麼病哦 有這麼神奇嗎 快一起來聽聽醫師怎麼說 今晚的三位藝人們 也跟我們一起來討論哦 今天要來探討的是 醫師如何追追追找出疾病的根源 我們來看 收查現醫 生病竟然跟地區有關係 其實因為台灣真的是比較小 所以氣候變化沒這麼大 所以很多疾病的分布 並不像國外會那麼的明顯 不過還是有些地區 因為它地理環境的關係 比如像我們基隆 因為我在基隆服務 因為基隆很常在下雨 很潮濕 所以那邊的人過得是比較厲害的 各位很常聽到一個毛病 叫盲腸炎 可是你知道 盲腸炎跟過敏有關係嗎 大家常常說我為什麼會得到盲腸炎 其實盲腸炎就是我們講的藍尾炎 為什麼我會得到盲腸炎 大家都常常都不知道原因 其實盲腸炎大部分原因是因為有糞食 就是你大邊形成一個石頭有沒有 擋在那個藍尾的出口 會造成阻塞就會盲腸炎 可是還有很大一部分是因為你過敏 因為你過敏之後 你那個肚子裡面的淋巴腺會變大 變大你很倒楣 剛好在那個盲腸出口的地方有沒有 變大就會塞住 塞住就會得到盲腸炎 所以在基隆很明顯 像秋冬交界之際的時候 我們平常看盲腸炎 一天大概一台兩台 可是如果在秋冬交界 就九月十月十月十月 現在就已經是秋冬 對差不多 盲腸炎的那個比例就會很高 你意思說現在是盲腸炎重心 對 跟那個橘子一樣 對啦 所以你肚子痛你就要更小心 因為你聖茫腸炎的機率就會比較高 陶珠苗的客家人很奇怪 就是衛生署有統計過 陶珠苗的客家人 得到癌症 活得比較久 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我們到現在還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不曉得是因為客家人的體質 有可能 不曉得是因為客家人的體質 還是因為陶珠苗的生活習慣怎麼樣 這我們就不知道 但是客家人不管得到什麼癌症 你活得都比一般人久一點 但是僅限於陶珠苗的 這次有報告的 有有報告 可是那時候我們還不知道原因 還有像台灣的話 你說因為 它這個是有數據的 不是亂講 有一些還有像比如說 像我現在大家都知道 就是一定是中南部跟東部 因為這個很明顯就是 那邊是愛吃檳榔 還有前一陣十幾年前 我們發現中南部 嘉義彰化的地方 那時候我們覺得很奇怪 對啊 彰化人 對啊 哪有 沒有 我們以為 對 那時候十幾年前 然後我們以為是 那時候以為是醫療水準的關係 後來看不是 原來是因為 那邊的癌症 腮檢沒有做好 所以發現乳癌的那個 都比較晚期一點點 所以造成它育肉比較差 但這幾年我們改善了 所以其實現在 台灣整個乳癌是差不多的 從南到北都差不多 像我們西型肝炎 在台灣也有所謂地獄性 就是南部地區的 蛋原率比較高 一般來講 平均的話 全台灣有4%的人 有西型肝炎 大概有80萬人口 但是在這個 像我這邊寫的 高雄地區的 子官鄉 還有像那個 雲林的台西鄉 他們有所謂的 西肝村 大概一整個村子裡 可能有5、60%的人 全部都是西肝 可能的原因就是跟那個 以前 台這個南部比較有 那種打針文化 對 又有那個叫 赤腳醫生有沒有 就是說他背一個包包 然後就挨家一戶幫你打針 他講的是 就是他沒有 就是所謂沒有製造 他就是密衣啊 密衣啊 就是現在講的密衣 以前是密衣密護都很盛行 就跑到家裡來這樣 他就是照一個點 然後很多人跟他講 然後他就去這樣子 所以這個文化是 在高雄雲林可能之前有 對 因為西型肝炎是血液傳染 他只要一支針沒有消毒 連續打十幾二十個人 這全部都中 所以說我們的這種 西型肝炎 在南部地區就比較盛行 比例比較偏高 現在呢 現在還有 現在還是像 雙北地區就是 新北市 台北市 代言率大概是2.5% 可是假如是到這個 南部地區 大概代言率就是5%左右 相對來說就是 比北部地區高了一倍 那我們這邊還有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最近 蠻熱門的 腸胃的一個健康地圖 像這個地方 其實除了肝炎以外 癌症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最近就是台灣大家都知道 大腸癌肝癌這些 還有這個胃癌這些比例都蠻高的嘛 最近有做一個統計資料 他針對的是那個 20歲到45歲的一個上班族群 就是所謂比較年輕人 大家也可以看到在這些地方 有一些縣市 他的這個比例特別高 比方說像嘉義市的地方 沒錯 這是我的故鄉 還好嗎 真的 大腸癌 對 他這個嘉義市的一個 20到45歲的年輕上班族群 他的一個 這嘉義 對 那一般我們那個大腸癌 大概是50歲以後 是屬於一個風險會提高的族群 那像這個就是 因為是20到45歲 他就 這只是統計數字 是確定有這種數字嗎 對 那沒有去找出為什麼會這樣 應該是 跟飲食有關係 對 有原因 家藝人真的 重口味是不是 腸胃問題很嚴重 因為我們小時候好像 很少有腸胃好的 後來歸咎原因是怎麼樣 我這個年紀的人 應該都有共同的經驗 像我住的還是嘉義市 小時候 那個地方叫做湖內裡 可是湖內裡那個年代 自來水不普遍 所以呢 每個家長都有一個獨門的決議 會在家裡面的附近 用一個 那個壓水的東西 我知道 我知道 對 就是打水 所以我們喝這個水 那抽井水啊 井水是一種 那我們那個是 直接把那個金屬的東西呢 就插進那個地底下 然後一根棍子出來 這樣子壓 然後水就會流出來 所以我們也是拿這個 這個所謂的地下水來煮菜 然後來喝這樣子 我印象中 因為人家不是都說 人健不健康 看他大便的形狀就知道 可是我 記憶中大便沒有形狀 因為我們都喝地下水嘛 那可能因為這樣的腸胃就不好 所以拉出來都是稀稀的 然後另外一個 一個後遺症是什麼 所以我們小時候經常有一個阿伯 騎腳踏車 然後一停下來以後呢 開始 然後啪啪啪開始在那邊折 然後一下子貴賓狗一下子麻 那小朋友就會 團團圍住嘛 因為好奇嘛 結果他在幹嘛 就跟有人賣舌膽就賣舌膽 他偏偏要躺在盯床一樣 他這個都是招攬客人的一種方法 他就呢 賣驅蟲藥 麵糖油啊 蛤 驅蟲藥 所以我們那時候小時候是 那個糞便一拍出來 感覺會有幾根頭在那邊鑽動 對 會常常的 真的有蟲嗎 真的有 而且那個阿伯 阿伯會有很多照片給你看 然後給你比對 然後看什麼糖油啊什麼 對 小婷婷妳是家藝人喔 因為我是彰化人 然後以前也 不是 然後以前在夜市也會有這種攤位 對 然後真的就摺氣球 然後專門買油啊回去 給阿公阿嬤或爸爸媽媽自己自己頭 自己吃 自己頭 真的喔 是吃完以後 那個蟲的屍體會排出來 對 就會大 我這種年代有吃過啦 就吃過那個淘糖的油啊 那個真的會有蟲跑出來 對 真的會 你如果大膽一點的話 你看到那個糞便當中就露出一個頭 你把它抓起來對不對 對 那個一針的一針長長的跟蟲蟻一樣 只是顏色比較偏黃這樣 對 然後就拿去釣魚這樣 天啊 你怎麼能那麼多加力 是啊 我們這個數據是一定有它的數據 只是說要研究 它為什麼那個區塊那麼會得到 我想這些地方就是像剛剛玉琳哥講的 可能就是跟一些它地區性特殊的飲食習慣 或者說那邊的一些地下水源啊 或相關的東西都會有一點影響 那你看 除了這些地方你看 你看像這個南投線 還有苗栗線 他們的優門感菌的比例都會比較高 對啊 好奇怪 我之前就有優門感菌 對 像優門感菌是因為它大部分是飲食跟水分 裡面遭受了一個優門感菌的細菌污染 你要吃下去 也就是所謂的一種 我們感染的人糞便裡有細菌 就像剛剛玉琳哥講 排便裡面都是有細菌 然後你又 像以前台南冰海地區 那個年代很悲慘 因為他們地下水都含有那個生 所以很多人就得五角病 我們去參觀那個博物館 那是真的很悲慘的事情 那整個腳膝蓋下去發黑了 然後還要截肢這樣 對 醫師 你有優門感菌 我沒有 但是我父女都有 因為像鄉下的地方 像很多人我們都是自己種菜自己吃 所以有時候會用自己花糞池的大便 拿去當肥料 對 那就有機肥料 可是裡面有很多的寄生蟲 有很多的病菌 對 如果菜沒有洗乾淨 然後又剛好不小心是生吃的話 那就很容易感染 或是你手去摸到 然後你沒有洗手就帶進去 我小時候因為爺爺奶奶家裡是務農的 那你上廁所應該是兩個木板的 但是為什麼要搭到裡面 它全部就搖起來 然後 種菜的 肥料 對啊 你撒上去上面還有蟲這樣 對不對 菜上面還會咬幾個洞就表示 它沒有農藥 對 那更好 還有那個年代沒有手機 要把那個掉下去不要了 他說整個都是笨 對 然後像我在讀幼稚園的時候 不管你有沒有被感染 我們是全部都要吃寄生蟲藥 然後大家一人一張報紙 然後在那個大廣場 然後上大號這樣子 大家一起上大號 對 然後我們就一直躲在那邊說 老師 我們上不出來 男的女的一起上大 對 就小朋友 幼稚園 所以沒有 對 因為他們就是他們 原住民的那個寄生蟲的率比較高 然後那時候醫療部發達 對 然後像其實那時候 還有很多的那種外面的 醫生都不知道哪裡來的 然後他們就要做研究 他們還會拿我們的牙齒模型 血 去做研究 然後都沒有經過我們的同意 蛤 而且醫生不會哪裡來 又不是外星人 他們一定是醫院派來的 他們還會給我們 他們還會給我們糖果 而且我們在頭髮是 在最近這幾年才沒有 以前還要女生 還要貼頭髮絲 對 有 所以我們是那個獅子 對 我第一次去都市的小學 讀書的時候 班上只有我一個原住民 那有點像騎士 但是我還被帶到保健室 從頭檢查 對 對 妳那個原住民的有什麼病比較多 我們原住民的部落就是最常見的就是痛崩 喝酒 那是因為喝太多酒對不對 啤酒 這樣子是沒有 是沒有錯 因為我們真的是喝酒喝得滿兇的 但是呢 後來 什麼叫喝這個滿兇 他們釀的根本來不及賣就喝掉了 對啊 你們就是把它當水喝耶 對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多的那種社會 原住民的社會問題也是從這裡面出來的 對啊 像其實我小時候喜歡 我自己偷偷喜歡的第一個男生啊 他前幾個禮拜喝酒都死掉了 蛤 對 喔 那還好 你當時沒有嫁禮嗎 不是啊 嫁給他 因為他會照顧他也不會死啊 喔 但是呢 但是呢 後來呢 又是有一群醫生來 然後也是沒有經過同意 也是從學做了他們的遺傳檢查 就發現 我們原住民 本來就是遺傳 基因上是比較容易有 就是 尿酸沉澱 然後比較容易有 像我住在南投縣信義鄉 我們如果要出去都市 一定要經過一個小城市叫做 那裡面的藥局啊 那個 真的喔 秋水仙是不是 所以很多人痛風 對 很多人痛風 我哥哥跟我爸都痛風 那妳 我哥哥十幾歲就痛風 那妳為什麼 妳為什麼沒有 妳為什麼沒有 我不喜歡喝酒 因為 而且很奇怪 痛風比較好發於男生喔 對 男生對 男生本來就比女生多 那我自己是 因為我看到的很多負面的狀況 就從小就是 父母親喝酒喝到沒有辦法自理 也沒有辦法照顧小孩子的狀況 所以我並不是很贊成 喝酒這件事情 可是我會不會喝 我會啊 如果氣氛很好的時候 我是會喝一點 但是我是不會想要 就是我們喝光光那種文化這樣 這只是指極限以南投的原住民 還是說別的原住民 就是從台灣 應該從北到南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子 對 就通風很多 而且很就是 我們只是去藥局拿藥 那都不會去治療 其實你知道那個 我們在急性期的話 秋水仙素止痛藥 它只是給你止痛喔 它沒有幫你把尿酸代謝出來 所以呢 我上次回去 就看到一個阿伯 我就說 好久不見了想握他的手 他說 哎呀不要握 張醫師你也不用真的握 抬兩隻手 抬兩隻手 他就說 哎呀不要握啦 我的手上都是鑽石 等一下會跟你手握緊緊 卡不出 伸不出來 因為他手上都是痛風石 就我在往他的腳上看 他光腳 因為那個他的腳就是變形 因為痛風石的關係 乾脆就不穿洗了 那你為什麼不跟他講 要去治療 好有啊我跟他講啊 但是 那治得好嗎 到那樣有點晚 已經到這個程度就沒辦法 已經提成痛風石了 沒有辦法 吃這個它也不會消 對 它也不會消 但是像這樣的病人就是要注意 就是說 那不是折磨嗎 對 而且這樣的病人通常 腎功能就有問題 那你在痛風又發作的時候 很多止痛藥對腎功能又不好 所以就是一個惡性循環這樣 來再補充一下 我們除了這個南投 剛剛 南投線和苗栗線 是油門感覺比較高 那在這個 東部地區的話 像這個 基隆市 北部基隆市 那個薑醫師職業的 基隆市 大腸食肉 會食道逆流是最多的 不過這個是 我們再講一次 它這個是 20到45歲的上班族 所以其實這個 在這個基隆市 有查滿什麼原因嗎 是不是 很簡單 大腸食肉原則上都是一個 飲食和生活習慣 它本身的基因要累積一定的突變 它才會跨過一個突變的門檻就長 息肉 那這些突變怎麼來的 就是你日積月累 比方說你抽菸 你愛吃高油脂的食物或油炸品多 那你纖維質吃得不夠 這些狀況容易造成大腸黏膜 細胞的突變增加 那可能就變成你就早疤 那宜蘭縣的這個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年輕的胃癌 還有便秘的發生 胃癌 為什麼 嚇不動啊 那宜蘭 是因為壓賞嗎 壓賞那種胭脂 胭脂 對 其實我 對 其實我個人猜測就是跟剛剛大家講的東西有關係 因為我們知道胃癌啊 對於最有名的一些這個危險因素除了幽門感菌以外 第二類就是 就是一個那個 雅硝酸鹽 雅硝酸鹽在很多的醃製品裡都會存在 那剛好宜蘭縣可能本身 地區文化就是它這些東西算是當地的民產類嘛 所以可能這個東西跟它有點關係 其實很奇怪喔 像那個日本人更喜歡吃醃製品 對 可是日本人最常瘦 很好的人 對 日本人最常瘦 對 我們想要宜蘭都吃海鮮 怎麼會想要吃這個呢 但是這邊要講一下日本人的胃癌 它是全新的 對 日本的胃癌很高 可是日本的胃癌很高 可是它最常瘦 像我們原住民也有不抽菸 不喝酒的 照樣痛逢很早就發生 對啊 那是遺傳 因為它是基因的 應該說是流行病學整個來講的話 我們都是一個觀念 第一個是站遺傳 就是爸爸有的話 傳給你的下一代就是二分之一 媽媽又有 你等於機率就是非常高 那再來就是還氣 那我們身上紅雪球 之前都其實在我們節目中 討論過很多次 身上的改變大概長期維持固定 不變同樣的東西 三個月它就會改變你身體的 整個的體質跟變化 我以前在中部服務嘛 我們有些醫生 因為其實在健檢中心的醫生 我有一次經過 就聽到幾個醫生在聊 他們說 好奇怪 這幾年我們做篩檢的時候 肺癌篩檢的率變高了 在台中的地區 去年那時候紙包最嚴重的時候 我們就很多病人來 他本身是有一些 比如說抽菸所以肺部好 或是氣喘所以肺部好 就會有急性醫師 就有急性肺部發炎的狀況 我這個是衛福部 在103年的時候 對癌症統計 他們統計說肺癌的發生率 就是彰化跟沿海地區 嘉義都是靠漁業 他也沒有工廠燒煤炭 像彰化有工廠 可是彰化有一些工廠 那個範圍 那我不知道 因為像大甲 是大甲吧 那個有個發電廠 對可能是燒的時候 變台中會變這樣 對像我們之前有 我有一個學長是植醫的學長 他每天都在PO那個FB 就要PO今天的台中 全部都是紅紅 紅色跟紫色就是偏高 紫色就是已經超過標準 紫包 對他們就說就是好幾天都沒有下來 所以其實就是如果是台中地區的朋友 就真的一定要出門戴口罩 而且他們說PM2.5 你在那邊窩一天的話 吸一天的氣喔 抽菸大概等於抽五包 對 而且他不是其實PM2.5 不是只有對肺部有影響 他對心血管疾病也有影響 他對皮膚也有影響 所以他是全身上下五孔不霧的侵犯 對 我想在不同醫院工作的醫師 都有一個感覺是說 比如說你的醫院在都市 或者說你的醫院在郊區的話 你會遇到疾病會不一樣 對 比如最明顯差異就是中毒的案件 像我們林口長庚 我們在那個交流道旁邊 在比較郊區 所以在林口長庚 比如說他在急診當班的意思 他有個感覺說 他處理到一些中毒的案件 大部分都是一些 哇 榮藥中毒 然後有一些是物食 有一些是青森 那比如說在都市的醫院 比如說在台大醫院 或者說在台北榮藥中 敦化南路的長庚醫院 對 會遇到中毒案件 大部分都是說 或者說 所以中毒的案件都不一樣 可能安眠藥過量也會中毒 會啊 會啊 有時候會啊 那會什麼症狀 會一直睡 沒錯 安眠藥過量會死掉 可是現在的安眠藥 已經就是 它已經比較好了 就是說不會像以前 我們比較最早老期的安眠藥 所以電影都這樣演 老電影都演說 吃安眠藥就過世了對不對 可是現在的安眠藥 你要吃很多很多很多 要有可能 到底百多顆還是什麼 而且其實他們只是睡 睡得很沉 那我們就是在急診室洗胃 等他們醒過來而已 除了安眠藥 還看有一些止痛藥 不要普拿藤 對 有時候是 普拿藤它主要成分就是 有時候想說 就務實吃到過量的普拿藤 也會中毒 對啊 中毒應該撐到撐死 我上次那個病人 他是因為結石 痛到沒有辦法治療 然後到急診 那急診治療好之後 因為醫生告訴他說 你先回去 因為等於是說隔天在 就是說在安排 就是在做檢查 然後他一回到家 他其實有開止痛藥 因為他長期本身 就一直結石在開止痛藥 他後來在家一痛的時候 他是 就把手上的止痛藥全吃進去 然後他就說 他大概有八九十顆 他說他拿進去 他也不知道幾顆全吃進去 是家裡人看他 本來是要治他的結石 後來是幫他洗胃 所以我當時醫師的時候 我去過林口長根急診室 也去過台北長根急診室 兩個中毒真的不一樣 林口長根很多都是喝農藥 就是巴拉掛 巴拉掛中毒 那個都死亡率超高 大概超過九成 你說有很多喝農藥 那個阿伯心情不好 那農藥在家裡門口都種田 家裡口農藥 可是那個毒不死怎麼要燒 巴拉掛會死 巴拉掛喝兩三口就死了 那為什麼不把巴拉掛的化學 自改成像安眠藥這樣 這樣子只是要 做不出來 你這樣子去種田 那個蟲睡覺而已 就不會死掉 蟲睡覺就起來養 你為他農藥幹嘛 我們是要他死掉 我們是要他睡覺 你可以養 我好急啊 你也別那麼兇 他笑不對你說 因為 他覺得你不想跟你聊下去了 因為他昨天生病嘛 我剛剛在廁所 他的袖子應該拉開一下 他的袖子應該拉開 他現在還在帶點點 你看看 因為我是吳藝堅在廁所 聽他在聊天講的 喔 生病還來上頭 對啊 你還頂嘴 你為什麼你不好 你為什麼你不好 你們來鬧的是不是 我們小兒職能治療裡面 都是在處理一些小兒的疾病 那其實 隨著醫學在發達 蠻多孩子早期的問題 現在在產檢都可以檢查出來 像是比較流行的 腦性麻痺 所以我們現在在醫院裡面 腦性麻痺的個案已經蠻少了 多半是發展遲緩 或者是過動還是自閉症 那現在我想要講的是自閉症 對 這邊講的自閉症 是只有通報的 可是可能 它不是那麼完全的自閉 只是稍微有特質的 譬如說我們可能在相親的時候 媒婆會說 這個人就是比較高義 寒慢 工作非常認真 都不會講八卦 從來沒交過女朋友 就是條件很好 都中規中矩很乖巧的 這一類型 有可能它就是具備了自閉症的特質 然後他們就是會比較 不擅長社交 然後又很認真工作 然後尤其是比較理工科又比較好的 就會會集中在竹科那邊 所以通常在那邊通報出來的 新竹跟雙北地區 從97年開始都一直是最多人的 然後 但其他縣市都沒有 可是到103年之後 只有幾個縣市沒有 然後高雄跟花蓮也變多了 那我們就有推測發現是 可能他們 大家整體明智已經打開了 對於那個自閉症 亞斯伯格這一類型的知識 不在隱藏嗎 對 就比較有 所以他們會去 譬如說幼稚園的老師 會去跟爸媽講說 可以帶去檢查看看 以前都是覺得 他就是很壞 聽不懂話 然後就可能打一打就好了 可能有通報 過去可能有那麼多 但是沒有出來 對 一直都有 可是像新竹都 就是一直都很高 有可能是跟遺傳稍微相關 對 那我 就是也有同事在新竹工作 他們就有發現 來自閉症治療的孩子 還有爸媽其實也有 這樣子的特質 對 那雙北地區 一直都是很高的原因 是因為 那很多人會因為 我發現我的孩子 有自閉症的特質 就送來雙北地區 做積極的治療 先跟大家分享 是一個順口溜 可是這個是不是 國劍局也是沒有依據 只是因為我們常常 在門診跟開刀房 還有全省的學妹 所統計出來的 他的順口溜是這樣子 就是台北市啦 但是現在都講雙北 就是 因為那邊大部分 都是車禍的病人 瘦比較多 懂嗎 殺傷的意思 那南投呢 是這個所謂的 那個 檳榔多 那再來就是 台中酒很多 那 那 高雄呢 是空屋多 那 屏東是雷產多 那我的主題 就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是 花蓮台中呢 目前是我們的 口腔癌比較多 這樣子 你為什麼沒有講吉祥話的 對啊 我就是那個 我一種來法 對啊 我一直期待說 你會放出一個什麼 對 例如 財富多 還好現在不是過年 台灣人 都是 錢很多 這樣 沒有 因為我剛剛 很多人就這樣統計出來 然後就講出這樣子 那為什麼會講說 他這邊 有可能也是地區性的問題 那我有一個病人呢 他是之前 他剛好是來到我們基隆 他原本是住 這個花蓮那個地方 然後就到基隆來 親戚家住 然後嘴角就長了一顆 這麼大一顆 然後呢 家人就跟他說 我們 你來了 都那麼遠趟路來 我帶你去看門診 去看一下 到底怎麼會 東西長到這裡 說沒關係啦 常常這樣 因為那個就是被 他上一次吃魚刺的時候 被刺到 可能感染發炎 我隨便塗一下就好了 可是他說不是啊 你不是說已經一兩個月 他說 對啊最近越長越大 他說不行不行 既然是親戚一定要帶你去看 結果一去看的時候 我們醫生就跟他講說 欸 你這看起來 很像是 欸不太好的 你要不要做個切片 那當天我們就幫他做個切片 做完切片我們就跟他說 因為我們現在有一種比較快速 因為我們很懷疑就會快速 30分鐘就出來 果然報告出來 就是真的是口腔案 而且也是第三到四期這樣 那我們覺得還是有值得拚的機會 那我們就跟他說你要不要做切除 他一聽馬上說 好我回去商量一下 人就不見了 就不見了 後來我們想說 那是不是可能他又去找別的醫院 做檢查 結果隔了快一個多月 他又回來了 他是自己來 我說欸 上次不是有寫親戚嗎 因為我們都會病例上面寫 他是住花蓮然後來到這裡 結果原來就是 他說去花蓮那個地方 他告訴他那個癌症 要趕快切趕快 然後他去求證就對了 對 然後他去求證 可是因為 這又強調一下 就是當年 當年這個台東花蓮 到現在其實都一樣 他們醫療真的比較缺乏 那現在我們醫院也都有去支援了 所以我們的整形科 就過去那邊支援 那在他沒有支援之前 他那時候是沒有的 所以他因為要補一個皮板 因為你知道那個 口腔還開掉 整個骨頭削掉 然後這邊是沒有 是缺損 從飲食到外觀是受影響的 所以他就不願意 那因為那個醫生還蠻好跟他轉接說 那你就到 有可以做皮板的 那我們醫院是有這方面的功能 所以他就來 來的時候我們就幫他做 做好之後是可以吞咽可以吃 是還不錯 結果他就是本來誤由我們 就是那種你知道嗎 說你如果水來就叫我開桌 又給我騙愛症 你們就是愛錢 你們就是愛這樣 其實實際上很多醫生 第一眼看到不對 告訴你馬上要開 不見得真的是愛開刀 那剛剛有講到說 我們基隆什麼自殺多 我們在今年終於洗刷了 就是憂鬱的程式 但是在這之前 我們都被 那個只要有憂鬱啊 自殺都講不出來 因為基隆太容易下雨 對 下雨你就憂鬱這樣 對 那沒有陽光照上 這個陽光的轉換啊 那個身體的快樂激素 沒有辦法轉換 所以我們的 這個就容易憂鬱 那我曾經遇到的是一個病人 他進來 他是割碗嘛 那割碗就幫他編縫 說阿伯你都七八十歲了 你還割碗 你不要這樣講 我告訴你 我當年 我可是殺老毛的 然後一直講 我說對啊 那你幹嘛殺自己 我生氣 我說你生氣什麼 我 我七天 大病大不出來 我氣死了 然後我就說 是不是這幾天下雨 你看下雨 會讓一個 一個那種 威風淋淋的軍人 你知道嗎 就為了一個大便 解不出來就自殺 後來人家說 你看 你不要自殺 我幫你轉到那個 直腸科或腸胃科 讓你吃個軟便劑 就出來了 你幹嘛自殺 下次不要自殺 你是軍人喔 還要這樣跟他 要鼓勵他 人不能改變天氣 但可以改變心境 對 沒錯 而且像年輕人多誇張 你知道嗎 他自殺女生 原因是什麼 雞龍下雨 公車沒來 他的男朋友 讓他等了兩小時 不太舒服 他的意思就是那個 藍色香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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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給他割了 就進來 然後急診就跟他說 小姐妳怎麼了 我剛剛在外面等 我等了兩小時 都不來 我生氣 我割了 我告訴你 我男朋友等一下馬上就來了 藍色香菇 可是我記得有醫師 醫師有講我割是割不死的 不是不是 看他割到哪 我們曾經有一個女病人 割了二十幾條 然後他還罵我們說 你們會不會太小題大做了 我割了二十幾次 也沒有進過你們開刀房 你們現在是怎樣 我們就說 你這次割太深了 對 人家說你這次割太深了 割到 真的好像管你借的養救會 對 模仿好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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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會那個 順口料 順口料 現在要學一下 接下來我們搜查信二 疾病追追追這些病有機可循 有一個小朋友他就是 他大概四五歲 然後就是肚子痛這樣子 所以他家屬就帶他去小診所 看便秘 然後灌個腸回去 就還是一直痛 然後又去看診所 然後都說便秘 後來多了一個新人診斷說 腸胃炎這樣 可是他就是一直肚子痛 痛了好幾個禮拜這樣 結果呢 他被送到 後來被送到醫院為什麼 因為他意識不清 蛤 原來他們最近搬家 但是他們是搬到一個很老的房子 弄鬼 我們認識搬新家 但是那是舊房子 很老舊的房子 有妻 油漆都沒有換過 油漆 油漆沒有換過或者是嗎 對 就很老舊的房子 對 油漆沒換過 會產生這個病 他為什麼會這樣 壞 牽中毒 不是他都沒有上油漆怎麼會牽中毒 你說粉刷之後會牽中毒 以前的油 以前的油漆都會 色素的原料 老舊的油漆是 裡面的鉛含量非常 所以那個舊房子的漆都沒有換 他有可能會 還在那邊 對 舊的跟新的 可是因為現在新的有環保跟標準的關係 我知道 我知道 現在已經降低 可是那個是老舊 所以我剛剛 所以這樣看完不是電視 大家要把那個舊房子的油漆要重新再分開 一定要 這很重要 這個是上了一課 在國外如果說你帶小朋友去看醫生 醫生回去一定叮嚀你 有沒有做安全座椅 小朋友不能趴睡 對 然後有沒有一氧化碳的偵測器 還有你們家的油漆是多久以前的 但是有另一個 其實之前有一個做新北市的調查 很多的水管 但舊的水管 它其實裡頭是水中會驗出錢 這個我們新聞倒是有聽過 對 但是那個一樣 你一樣是吃進身體裡頭 所以小朋友也會造成一些事 前幾天還有那個裝潢的新聞 就是裝潢然後油漆 即便現在還是很多人說住久了以後 開始頭暈目眩 對 懷疑自己得腦瘤 去檢查也沒有 然後後來誰解答他 公投 說你們家那油漆是不是有問題 真的去查看一下 果然是用到那個劣質的油漆 對 或者是有些 那個 木板的東西 那表面的塗漆也會有問題 對 之前也有聽過一個案例是這樣 他其實是個藝人 然後工作得非常努力 然後終於好不容易存了一筆錢 在大陸買了一棟房子 想說全家的人就住去裡頭 從此遺養天年 結果各個兩年 然後後來的時候 那一個社區的房子 就是才被人家抱出來裡頭 就是還有 那甲醛本來就是可能會致癌的物質 所以就很可惜啊 你看他工作一輩子辛辛苦苦 很開心的買到一棟房子 要買一個溫暖的家 沒想到成為他的墳場 不過這個毒物 對 原因是可以講的 我想說剛剛大家討論到一些油漆中 裡面有沒有簽 其實喔 因為我們油漆中 為什麼會有簽呢 因為 所以你看各種顏色 如果說老闆用到 要夠鮮豔的話就要 對 比如紅色 橘色 黃色 如果說業者老闆用到 簽來當顏料 油漆中就有簽 現在我們的油漆 市面上油漆 有一些是在室內的油漆 有一些在戶外的油漆 像戶外的油漆 很多都是用防鏽油漆 因為我們的 像國小或公園的 怕生鏽 對 怕生鏽 因為遊樂設施 溜花梯 都用防鏽油漆 裡面簽的 百分比 會高達八十成以上 所以像老房子的話 有可能代表說 早期的油漆 管大表不知道 搞不好油漆裡面會有簽 小朋友就這樣就會吸到 那經過三十年了還有 有可能如果說 最容易在家裡會有油漆 因為簽中的 主要是在裝潢時候 比如裝潢你要把油漆把它拋掉 它粉塵裡面可能有簽 所以可能就簽中了 你說去掉舊的漆的時候 那就有可能了 對 所以其實裝潢功能是滿危險 像漢界功能漢界的顏料 就有簽有梗 就容易會有簽中毒的風險 現在不是用水性的比較好嗎 對 你說油漆 油漆用水漆 像如果室內化 其實如果我們大家在家裡裝潢的時候 可以定義我們的設計師 就說一定要用水性的油漆 不過有時候擔心戶外的 對 因為水性 水性殺上去沒有那麼 比較水 那油漆的東西很漂亮 可是問題 油漆就是會發生 那我們這個會中毒嗎 不會 顏色那麼鮮豔 不過會來 我想現在大家都 其實室內也比較不會用到 應該是水彩吧 簽中毒很少見 但是簽中毒如果有腦病變的時候 通常都很難很難醫 而且可能就會有一些後遺症 那你們這樣講不是 尤其功能他的職業傷害很嚴重嗎 所以要小心要保護自己 所以他一定要求他們帶 可是他們自己就不懂得防護 像我們醫院的家庭醫學科醫師 他們有時候去工廠 就宴外做一些勞工體檢 他們都會幫一些民眾 宴血千濃度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說 成人的話目前認為說 血千濃度不能超過十 孩童的話不能超過五 他用這個標準來幫忙民眾 一些勞工在把管 不過這個觀念在我們台灣不普遍 像我女兒那時候在波士頓的時候 他要進去幼稚園的時候 他們都要叫你交提檢報告 裡面就有簽濃度 在美國那邊幾乎是固定在 因為波士頓很多舊房子 所以他們都會想說 你是不是有住到那個 如果你的小孩子簽中毒的話 他馬上去檢查你的家 我記得在我們印象最深刻 大概五年前 我們在林口長庚有個晚上 就是說有一個晚上 有一個大概二十歲出頭 一個小男生一個外勞 對他被他同鄉 把他送到我們林口長庚的急診 所以那個外勞的話 因為他還不會講台語 也不會講國語 英文也不會講 他只是同鄉把他送來 他就一直說他 就是摸著他肚子說肚子痛 所以說 那時候我們急診的醫師 把他做了很多檢查 包括什麼抽血 驗尿 X光片 電腦斷層 大腸鏡 胃鏡 全部都做完 可是都沒有結果 然後那個急診的醫師 他call我 召喚我是在兩天後的事情 對兩天後他們開call我 後來我去看他病例 其實我們在林口長庚 其實我們可以幫病人做很多檢查 所有跟在長庚 跟肚子痛有關檢查 都被那個小男生都做完了 可是還是肚子痛 大家都不知道眼淫 不過後來我看 其實急診有個住院醫師 他最聰明 其實那個外勞 年輕人他不會講我們的話 國語台語英文都不會講 他就用肢體來問他 那個外勞 那個男生說 你做什麼工作 他就說 用肢體來告訴他說 他在彰化一個違規共產 來做 所以這樣子答案才出來 那時候急診醫師 就把他驗血液中簽 那時候是130 那是因為我們都說 正常人不能超過10 130是已經超過10倍 對 那時候急診的醫師趕快call我 那個林江教授我們在討論 而且我們都覺得 那個數字是我們看過最高的 在林口殘民看過130 所以那時候就趕快診斷出來後 就給他打解毒劑 用兩種解毒劑 後來那個男生就不痛了 其實前中毒的話很難診斷 可是他很容易治療 就是說前中毒 前化中毒的症狀都多元化的 有些人就是肚子痛來表現實意不正 有些人就是過動而助力不集中 甚至自閉症 或者說手腳發抖 走路不穩 你說前中毒會有症狀 也會啊 怎麼那麼極端 要不然就不講 要不然就拼命動 會啊 那你這樣怎麼辦 前化會有大腦神經毒性 就是因為這樣很難診斷 一般你抽選 都不會預測這個 而且他可怕有些時候 會產生在我們的骨頭裡 他的一個半衰期到 是超過30年以上 這非常久 沒錯 30 對 他半衰期相當多 那還可以活30年 所以說 那我們不能日常保健吞服 什麼東西可以解遷毒的 那不行 就是說因為那個遷 那遷中毒的解毒劑 我們叫熬合劑 對 所以熬合劑的話 我們可以口服也可以注射 不過熬合劑一般都很貴 而且是處方藥 然後醫生的話也是一樣 就是說如果病人沒有遷中毒的話 我們不會開給他 我們不能吃預防嗎 不行啊 就是我讓你們知道我們有那個調標 可以特別去測我們 可以去測 抽血 抽血哪有人去驗千重毒 對啊 我們要測出去 我們沒有驗 像一般沒有驗 對 像一般我們在做健康檢查 比如說公司做體檢的話 一年或兩年我們會照X光片 驗尿驗血 可是不會含有血潛濃度 除非說那個民眾你自己要求 你要求醫生幫你驗血潛濃度 你沒事不會去驗這一塊嗎 不過那時候台北市牽水管的事情 大家會去驗 他就幫五千個民眾做 牽了化驗 後來他就看五個民眾血牽超標 然後後來再追 那五個民眾有血牽超標 其中有一個是九歲的小男生 對 九歲小男生 有時候大家都在想說 他為什麼會牽超標 後來衛生單位還去家裡做仿飾 看說家裡有一些五顏六色玩具 就擔心有沒有可能是這樣 小朋友拿一些有顏色的玩具來放 對 現在的玩具也是有的很不合規定 對 不接觸 合法的沒關係 我們就擔心來路不明的玩具 他摸完然後要放進嘴裡面吃 對啊 我也有 因為現在很多路邊就在賣玩具的 對 你根本買得很便宜的很多 對 就是說還是要 如果國內合法玩具 我們不要不擔心 我一個門診病人 他是一個外國人 歐洲人這樣子 然後大概40歲上下 來的時候是被急診轉過來 他去急診的主宿就是 他不出來 然後就跑來我們醫院急診 然後急診就給他做了一些檢查 然後就發現只有 所以就把他轉介來我的門診 我想就是說 連續三個禮拜發燥 看到肝子都不正常 一般最常見的就是 可能是肝臟有農癢 肝農癢 再問一下病人 他好像稍微有點食慾不好 有點變瘦什麼的 我想那你這個要住院 你就直接 我就拜託我同事把它收住院 然後就再做後續檢查 但是那後面 我們在肝臟掃描的時候是 沒有農癢 結果最後發現 他是一個病就是 跟國外一個很有名的歌手 艾維爾一樣 他是得 萊姆病 他是萊姆病 不是只有狗才會得的嗎 沒有 因為我們狗都要打萊姆病的預防針 沒有 萊姆病它是人的一種疾病 它不是狗得的 它就是去爬山的時候被那個 一種蟲類叫皮 它被皮咬到 那因為皮裡面有帶有那個 博士螺旋體 博士螺旋體是萊姆病的一個 致病的 一個 一種病菌 那我們那個病人他就是 大概一兩個月前 護理師去問他說 有皮膚有紅斑 然後 紅斑上有一個小小的小黑點 但是後來 紅斑就消了 然後他也就不理他 但是我們那個專科護理師 他是很細心 就是因為查不出原因嘛 就是問他 這樣追蹤出來蠻厲害的 對 誰會想到是 耐不病 耐不久還有 我們那個專科護理師很細心 就是這樣去問他 問他說 那你到底你 這個發燒前你到底有沒有 曾經怎麼樣不舒服 就問到他有爬山 又有紅斑 才去聯想到說 有沒有可能是一些被這種 蟲類叮咬造成傳染病 後來才證實 你醫的好嗎 那個很簡單 那個吃抗氨酥就會好 但重點是你要抓到 對 如果沒有醫到的話 後面就會有後遺症 那這個會傳染嗎 這個不會 一定要那個蟲咬 一定要那個蟲咬 所以我們台灣目前是沒有 境內感染案例 我們是境外感染 然後移入 但是我們台灣沒有在境內感染 就在台灣不會有這種蟲咬 如果沒有治療到最後會變怎樣 對 你說後遺症 就神經學的後遺症 他會侵犯腦神經系統 像艾爾爾不是說 被咬一口 有可能就是侵犯到通通神經系統 好像聽過這個事 然後他還會侵犯心血管系統 好像心臟那些地方都會觸問 對 我曾經開過一個 腳上腺癌症的病人 我看完之後就跟他講說 你之後要注意什麼 注意什麼 他覺得很厲害 我跟他講什麼 他說好 他知道 我就覺得很怪 你怎麼好像對我們這個腳上腺癌症 看完之後要注意的事情 都很了解 他說沒有啊 我說你們公司都很大的公司 他說沒有沒有 我們公司只有三十幾個人 他是第五個得到腳上腺癌症的病人 所以他都很知道 我說那你們公司是怎麼樣 我說你們公司周圍的環境 你是在做什麼 他說沒有 因為我們腳上腺癌症 除了基因會遺傳之外 另外就是環境的關係 最常見就是 不如在放射線之下 變成到腳上腺癌症 後來我才知道 他公司隔壁有一家 在幫人家測那個電磁波 還有放射線的 所以那一家公司的人 因為他們本身在測 所以他們很有概念 所以都反悟得很好 反而是隔壁的動態 所以就是這樣很久 他另外一個也是一樣 我也是開過一個乳癌的病人 他說他也是一個 一科老婆來找我 我一切片的時候 我跟他說是乳癌 他還說 我就說蛤 你就知道 我說 就是後來處理完之後 他就說他就知道他一定是乳癌 我說為什麼你這樣 他說 我說我們公司第六個 他說我們公司 他說我們公司才十幾個女生 他就是第六個得到乳癌的 我就說這就很奇怪 對不對 你們又不是又不是親戚 什麼大家都那個 然後他就說 他其實不知道為什麼 不過他只說 會不會跟他們吃的東西有關係 我說那你們都吃什麼 他說他們公司樓下就是一家 就是美式的餐廳 他們每天都在那邊吃 因為現在台灣的乳癌越來越多 其實我們歸因的原因就是一個 對 所以當然不能說一定那家 那一家素食店有問題 只是這可能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因為他們吃了好幾年 就那幾個姊妹每個都去吃 然後就 那一票人都種乳癌 有的做過放療的病人回家 他是不能出門的 你知道嗎 對 要自己自我隔離 沒有 那你講的那個是那個點131 放肆 你吃那個 講床線開完刀之後有沒有 你吃 因為他吃那個講床 吃那個點131去治療有沒有 前兩天要住在醫院裡面 後兩天放射性比較低的時候 就要回家 回家可是你還是要自我隔離一走 自我隔離 小孩子不能靠近他 小孩子不能靠近他 對啊 而且他在治療的時候 根本 他看不到別人的 他自己在那邊治療 看不到別人的 因為那個放射線也會影響到別人 好可憐喔 會啊 他是吃進去 那如果有人很餓毒 要報仇 吃的那個東西 啊 他不要啊 靠近你就一直在放射 他不要啊 好幼稚喔 沈玉琳 但是大人比較像他這麼笨 一般是小孩子跟體弱體 其實疾病原來是藏在生活的細節裡 身體有任何不適 就要請大家趕快就醫 千萬不要亂猜測 謝謝大家 關節炎是身體的發炎反應 前列腺素是引起組織發炎的主要原因 所以抑制前列腺素的合成 可以減輕關節疼痛的狀況 富含Omega3脂肪酸的深海魚跟魚油 可以減少前列腺素的產生 所以可以減少發炎反應 如果吃魚的話 我們建議一周吃三到四次 如果是魚油膠囊的話 建議一天補充大約六克 此外 薑也被證實 可以減少發炎反應 而且不會有副作用喔 鼠腺炎是現在婦女很常見的一個毛病 事實上不只是哺乳或懷孕的婦女 會得到乳腺炎 其實我們在門診看到很多 30到35歲的年輕女性 也會得到乳腺炎 這些婦女會得到乳腺炎的原因 大部分是因為自己生活習慣的不佳 比如說你常熬夜或是你抽煙 或是你時常缺乏維他命A 所以最現在的婦女 如果你要擺脫乳腺炎的困擾的話 你可能生活習慣要先改變 而且要多吃一點 富含維他命A的食物 比如說胡蘿蔔木瓜之類的食物 離開我 照片 感谢观看